第1861章剑道变革 猎杀一灵 浓雾之中时不时会出现一道剑光 三天之后杨叶已经收获32颗灵丹 一处空地杨叶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灵丹 然后转身就要走 然而就在这时 他脸色突然一变 转顺 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如同天塌一般朝着他碾压而来 杨叶举剑就是一盏 翁 一道金色剑光在场中一闪而过 转顺 那股强大的气息直接被这道剑光给撕裂粉碎 而这时 在杨叶不远处出现了一名异灵 这个异灵与别的异灵不太一样 首先是其体型 其体型比别的异灵大了足足将近三倍 除此之外 这头异灵背后 还有一对巨大的黑色翅膀 这是什么玩意 杨叶脑中满是疑问 该死的人类 你竟然敢破坏我翼灵族与你人族定下的协议 那头翼灵鸣声道 协议 杨叶愣了愣 什么协议 装傻吗 那翼灵怒道 既然你破坏协议 那我翼灵族自然也不用遵守那什么协议了 雨落 他就要出手 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他确实不知 声音落下 一名中年男子出现在了阳夜不远处 那翼灵见到这中年男子 眼中顿时多了一丝凝重 神刀 你什么意思 来人正是四大天尊之一 神刀天尊 神刀道 翼灵将 我身后这位朋友 他出来天柱山 确实不知当初我仁族与翼灵族定下的协议 什么协议 这时 杨叶突然问 神刀转身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解释道 当年仁族与翼灵族有过约定 人族的人可以进来此地捕杀翼灵 当然 翼灵也可以吞噬人类强者 但是 说到这 他看向阳夜 你杀得太多了 阳夜 这时 神刀的声音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小子 你做得太过了 照你这么杀下去 翼灵族根本承受不起 阳夜善笑了笑 他确实不知道还有这回事 现在听着神刀所说 他才大概明白 这翼灵族与人类是在相互练兵 就是 你们可以来杀我们 取灵丹 但是 我翼灵族同样可以杀你 吞噬你 他必须死 就在这时 那远处的翼灵将突然到 神刀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道 你确定 翼灵将到 怎么 神刀要保他 神刀摇了摇头 他不需要我保 只是 我好心劝一下 你最好别这样 不然 到时你翼灵族会很头疼 哼 那翼灵将冷冷看了一眼阳夜 凭他 神刀耸了耸肩 随你 说完 他身形一颤 朝后退了千丈 见神刀决定不出手 那翼灵将心中一松 然后他看向了阳夜 该死的人类 雨落 他身形一颤 直接化作一道黑光 朝着阳夜 暴射而去 不得不说 这翼灵将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悍的 光是其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给阳夜 造成了极大的压迫 阳夜脸色平静 举剑就是一盏 嗡 随着一道剑鸣声响起 一道金色剑光 在场中一闪而过 哼 场中突然响起了一道闷响声 转瞬 一道黑影直接倒飞了出去 这一飞 足足飞了数千丈 这道黑影 正是那翼灵将 那翼灵将刚一停下来 其右臂便是从肩膀上掉了下来 鲜血如注 翼灵将看了看自己面前那只断臂 然后他抬头看向远处的阳夜 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你 你 我什么 杨夜道 翼灵将道 你 你好强 杨夜 就在这时 一团黑光突然自天际袭来 转瞬 那团黑光落在了那翼灵将的面前 黑光散去 一头全身紫黑的翼灵 出现在了那翼灵将的身旁 见到这头翼灵 杨夜身后不远处的那神刀眉头顿时微微皱了起来 杨夜神色也是有些凝重了起来 这紫黑翼灵给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头紫黑翼灵看了一眼远处那神刀天尊 然后道 怎么 人族不准备遵守那协议了吗 神刀摇了摇头 我们都代表不了人族 那紫黑翼灵微微点头 然后看向杨夜 不管你是何人 但是做事就要付出代价 说着 他就要出手 而就在这时 他目光突然落在了杨夜手中的那柄剑上 当见到这柄剑时 其眼瞳骤然一缩 你是杨夜 杨夜微微一愣 你认识我 见杨夜承认 那紫黑翼灵神色顿时沉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 他看向杨夜 你走吧 日后不许再来此地 否则 否则后果自负 杨夜微微一震 这是什么意思 走吧 就在这时 神刀突然到 杨夜看了那紫黑一灵一眼 然后转身身形一颤 消失在了天际 后会有期 神刀声音落下 也消失在了原地 杨夜与神刀走后 那一灵将沉生道 为何要放走他 那紫黑一灵道 他叫杨夜 杨夜 何人 一灵将皱眉道 紫黑一灵道 一个疯子 不放他走 倒霉的 只会是我们 传令下去 日后任何族人见到此人 都不能出手 立即顿走 说到这 他抬头看向了杨夜 之前离去的方向 惹不起 我还躲得起 某处 杨夜对着神刀 抱了抱拳 先前的事情 多谢了 神刀微微摇头 小事一桩 不过 日后还是少去为好 在那一灵足 也是有大能的 你现在实力虽然极强 但是 若是遇到那种大能 还是有些不够的 杨夜点了点头 他现在实力与天尊 没什么差距 但是 毫无疑问 与那种古修者 还是有很多差距的 神刀又道 据我所知 那玲珑天尊找过你 杨夜点了点头 怎么 神刀天尊犹豫了下 然后道 此女不简单 最好小心一些 雨落 其转身消失在了天际 原地 杨夜沉默了一会 然后也消失在了原地 一处深山之中 一间临时大便之中 杨夜将得到的那些灵丹 都拿了出来 杨夜面前 那杨莲霜看了一眼杨夜 然后道 有了这些东西 大家应该都可以达到 真经六段了 真经六段 杨夜深吸了一口气 一旦杨莲霜等女 都达到真经六段 那时 一般天尊在他们面前 真的都是蝼蚁 甚至他们联手的话 或许连古修者都能够一战 之所以不确定 是因为他到现在 见到的那些古修者 简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一个比一个恐怖 收回思绪 杨夜道 名女他们呢 闭关 杨莲霜道 全都在闭关冲刺 杨夜点了点头 我也要闭关 如果有事 联系我 说完 他身形一颤 消失在了原地 场中 杨莲霜看了看 自己面前的那些灵丹 然后轻声道 辛苦了 杨夜寻了一处 安静的地方 然后进入了鸿蒙塔 塔中 杨夜来到了那后卿的面前 前辈 以我现在的实力 应该可以植入那素神树 与养魂花了吧 后卿点了点头 可 文言 杨夜右手一挥 那素神树与养魂花 顿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杨夜看向后卿 后卿屈指一点 那素神树顿时化作一道幽光 没入了杨夜的眉间 一瞬间 杨夜双眼立即圆睁了起来 很快 他整张脸与全身青筋抱起 宛如一条条细小的毒舌 猙獰 无比 而这时 后卿再次一点 那养魂花顿时化作点点幽光 没入杨夜的眉间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杨夜身上的变化 也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 他全身上下 已经出现了些许淡淡幽光 就这样 大约持续了将近十天后 杨夜双眼缓缓睁了开来 怎么样 后卿突然倒 杨夜深吸了一口气 很爽 这就是他现在的感觉 后卿笑了笑 你现在的神魂与精神力 已经丝毫不弱明镜强者 甚至还要超过一般明镜强者 你现在可以学习巫术了 杨夜却是摇了摇头 怎么 后卿问 杨夜深吸了一口气 我想融合一下我的剑技 特别是我的剑魂技 不对 是融合我以前所学的一切 现在 我想走出属于自己的剑道之路 你有想法 后卿道 杨夜点了点头 一个有些疯狂的想法 如果成功 嘿嘿 第1862章融合 融合剑技 准确地说是创造新的剑技 以前他不去创造剑技 是因为他底子弱 所学的也少 那种情况 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创造 属于自己的剑技 但是现在 他所学的也多 对剑道的领悟 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 他有想法了 后卿看了一眼杨夜 然后微微点头 你能有想法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毕竟 总是学别人的东西 还是有些不好的 因为那不完全是自己的 自己创造出来的 那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 杨夜点了点头 他的想法 与这后卿想的完全一样 不管是剑道 还是武道 都需要有自己的东西 与后卿闲聊了一会后 杨夜盘坐在了地面上 想 回想他自己曾经所学的一切 这个一切 是包括曾经的一切一切 准确地说 是从他做杂役时 开始以后所学的一切 基础剑法 御剑术 清零剑法 剑魂祭 天地一剑 一剑刹那 无数剑剑如电光火石般在杨夜脑中不断闪过 这些都是他曾经所学过的剑剑 但是 随着他实力的提升 一些剑剑渐渐被他放弃 因为那些剑剑跟不上他的脚步了 而现在 他回过头去看 才发现 那些剑剑 其实都有可取之处 任何一个东西 他既然存在 那必然有他存在的价值 杨夜不远处 是穷奇与后卿 他在开始创造 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穷奇道 后卿微微点头 这是一件好事 不是吗 你说 以这小子的性格 他会创造出什么建计 穷奇道 后卿笑了笑 然后道 我也想知道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穷奇看了一眼后卿 然后道 你对这小子的态度 有点不一样了 后卿看了一眼杨夜 然后道 没发现吗 他与一些人类不太一样 他的性子 在人类中肯定是难混的 但是 在我巫族与你妖族 或者古魔族中 肯定是能够混得风生水起的 穷奇点了点头 不管是巫族还是妖族 亦或者纳古魔族 讲究的是实力为尊 你越高调 越能得到尊敬 在他们世界里 没那么多复杂的心思 你拳头大 你就该高调 如果你低调 他们反而会看不起你 但是 在人类之中 却是万全不同 高调的人 一般死得比较快 这时 后清道 不管他以后如何 但是 日后大师界 肯定会有他杨夜 一席之地的 修炼室中 原本盘坐在地的杨夜 突然开始持剑舞了起来 一开始 他的剑很慢 但是过了一会后 剑又开始变快了 十块十慢 不仅如此 一会修炼室内 突然出现许多道残影 但是一会那些残影 又突然消失 最后空无一人 杂 回想以前到现在 杨夜不得不承认 他所学的 实在是太杂太杂了 拳术 剑术 各种东西 他都有学 而这些东西 只能陪伴他短短的时间 贪多嚼不烂 而现在 他就是要嚼烂 当然 这一次 他没有忘记剑狱 曾经 他只会用剑狱来防御 但是现在 他在尝试 怎么利用剑狱来进攻 剑狱 超越意境 超越法则 其威力绝对是极强极强的 而现在 他就是要慢慢将其开发 以他现在的实力 他的剑狱笼罩范围 已经可以覆盖周围 将近万里左右 当然 这是他达到真境六段 并且植入养魂花 语速神术的缘故 虽然可以笼罩周围将近万里 但是 那消耗也是极为可怕 这个消耗 不仅仅是对玄器 还有精神 以及灵魂 笼罩的范围越大 他神魂与精神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因此 杨叶在演练时 只让剑狱笼罩住自己方圆千里的范围 千里 他刚好可以承受 也更适合 修炼无岁月 转眼数月过去 某一天 杨叶突然出现在了鸿蒙塔第一层世界 一处平原上 杨叶双眼微闭 过了许久 他朝前踏出一步 一步踏出 以他为中心 方圆千里的空间突然微微一颤 剑狱 此时此刻 这剑狱直接将周围的空间与一切笼罩 就在这时 杨叶突然睁开了眼睛 剑来 声音落下 一柄虚幻的剑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当这柄剑出现后 又一柄剑跟着出现 就这样 一瞬间 在剑狱内突然多出了36柄虚幻的剑 而此刻 杨叶的身体开始在颤抖了 随着杨叶身体的颤抖 那36柄虚幻的剑也跟着颤抖了 很快 那36柄开始在原地慢慢旋转起来 旋转了一会后 这36柄剑开始以一种奇异的轨迹 在剑狱内飞行 过了一会 突然 砰 那些剑突然炸裂开来 轰 杨叶本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这一飞 足足飞了数千丈 最后 其直接砸落在地面上 不知死活 纹身赶来的小白 见到这一幕 浑身顿时一个机灵 他一个闪烁飞到了杨叶的脑袋上 然后小爪抱着杨叶的脑袋不断摇啊摇 边摇还边哭 那哭出来的灵气 瞬间便是将他与杨叶该淹没 这时 后卿与穷奇也出现在了场中 见到后卿与穷奇 小白连忙看向了后卿 然后小爪指了指后卿 又指了指杨叶 眼中满是哀求之色 后卿飘到了杨叶的面前 看了一眼杨叶后 他转头看向小白 他只是昏了 等等就醒了 小白眨了眨眼 不太懂 后卿看了一眼小白 又道 就是睡觉 睡一会 他就醒了 明白了吗 小白摇了摇头 因为他没看杨叶睡过觉 后卿 这时 小白突然指了指杨叶嘴角的鲜血 然后又看后卿 似是在叫他就杨叶 后卿想了想 然后又道 没什么大事 他等等就醒了 小白双眼顿时圆睁了起来 在他小爪中 出现了一柄金色的剑 他生气了 在他看来 后卿是不想救杨叶 见到小白拿剑 后卿满脸黑线 动不动就出剑 这个小家伙没法沟通了 说着 他看向穷奇 正欲说话 就在这时 穷奇突然道 他能救 但是他不想救 后卿惊愕地看着穷奇 你 穷奇的话 小白听懂了 转瞬 小白抱着手中的剑 直接化作一道金光 朝着那后卿劈了过去 那剑可是解封的剑 后卿自然不敢硬抗 当下 连忙侧身一闪 但是 小白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继续抱着剑 追着他砍 见小白穷追不舍 后卿连忙看向穷奇 穷奇 你个老不死的 你发什么疯 你快跟这小家伙说清楚啊 穷奇看了一眼后卿 然后道 最近有点无聊 所以 想找点事来做 后卿破口大骂 无聊你奶奶 你 就在这时 小白突然开始 往那剑之中吐灵气 当灵气涌入剑里面后 那金色长剑 顿时剧烈颤动了起来 很快 一道道金色剑气 如暴雨一般朝着后卿击射而去 见到这一幕 那后卿脸色顿时一变 这一下 他躲无可躲了 因为刚才他离小白太近了 没有躲 一股强大的气息 自其体内席卷而出 这股气息 直接将那些剑光震碎 远处 小白看到自己的剑气被震碎 眼睛眨了眨 他看了看后卿 又看了看自己的剑 最后 他看向穷奇 然后 指了指远处的后卿 意思是 你上 穷奇 穷奇自然不会帮小白打后卿 然而 这一刻 小白真的怒了 突然 他飞到了空中 然后 在穷奇与后卿的注视下 他小爪对着天空 开始不断挥舞了起来 一边挥舞 还一边哭 他在干什么 穷奇身旁 后卿道 穷奇看了小白好一会 然后道 他好像是在叫帮手 帮手 后卿笑了笑 六丁神火不会帮他乱来的 除了六丁神火 这里面就剩下那个躺着的杨叶了 不 不对 说到这 他与穷奇突然相视 很快 两人眼中 皆是出现了一丝慌张 而就在这时 天际的那小白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天际空间突然剧烈一颤 紧接着 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突然自天际倾斜而下 见到这两股力量 穷奇与后卿皆是脸色一变 特别是那后卿 脸色更是有些苍白 如果上天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得罪这个小祖宗 轰轰 两股力量落下 穷奇与后卿直接被轰到了地面之中 第1863章进来 空中 小白眨了眨眼 突然 他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杨叶 此刻 杨叶正在从地上慢慢爬起来 见到这一幕 小白眼睛一个圆睁 然后身形一闪 直接出现在了杨叶的面前 后他一把抱住了杨叶的脑袋 不断用自己那毛茸茸的小脑袋 蹭着杨叶的额头 杨叶轻轻揉了揉怀中的小白 别担心 别担心 我没什么事 你是没事 我们有事 就在这时 一旁突然传来了一道不爽声 杨叶转头看去 不远处 正是那后卿与穷奇 此刻 穷奇与那后卿正不断站立着 仿佛出了电一般 这时 杨叶眼中满是不解 后卿看了一眼杨叶怀中的小白 正要说话 这时 小白突然看向他 他没有挥舞小爪 就只是看着后卿 眼睛眨一眨 天真无邪 后卿嘴角微抽 然后看向身旁的穷奇 你说 这时 小白又看向穷奇了 穷奇看了一眼小白 最后道 没什么 刚才我们两个切磋了下 一不小心没收住手 然后就这样了 后卿 这时穷奇看了一眼后卿 怎么 难道不是这样 后卿看了看穷奇 然后又看了看小白 最后 他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当然是这样 杨叶虽然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 但他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这时 后卿道 小子 你刚才怎么回事 刚才 文言 杨叶正色了起来 先前 他在监狱内幻化了36柄剑 而他当时想要做的 不单单是控制这36柄剑 而是让这36柄剑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剑阵 他刚才想要创造的是剑阵 这个剑阵是以狱为基础的剑阵 简单来说 他可以控制那36柄剑在监狱内斩杀敌人 但是威力会有限 而他想要做的就是 让36柄剑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每一柄剑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他现在想要用一根线把这些个体串联起来 这就好比一根手指没什么威力 但是当五根手指握紧联合起来组成拳头后 那威力可就大了 而这欲就是这根线 他尝试了 可行 但是他没有掌控好力量外泻 直接让得他差点精神崩溃 有难度 而且难度还有点大 不过杨叶并没有放弃 在与小白玩耍了一会后 他又继续开始了 一遍不行 那就两遍 两遍不行 那就两万遍 终于 在杨叶疯狂的不断尝试下 渐渐的 他掌握了一些技巧 平衡的技巧 再利用欲来串联这些箭矢 他不再像之前那般那么蛮横 以蛮横的方式来串联 而是柔和了一下 一点一点来串联 效果非常好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便是已过去三月 三月来 杨叶每天除了抽点时间来陪小白以为 所有时间都在疯狂修炼那件阵 经过数月苦修 他已经有了一些成就 茫茫大海之中 杨叶立于海面之上 在他脚下 是平静无波的海面 杨叶双眼微闭 以他为中心 方圆千里内的空间突然轻轻颤了颤 剑狱 此刻 方圆千里的一切都被他剑狱笼罩 这一刻 他的感知达到了极限 就算是一只蚂蚁 他都能够清晰感受到 剑来 这时 杨叶的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转瞬 三十六柄虚幻的剑 出现在了他的剑狱之中 战 杨叶的声音再次落下 雨落到那一瞬 那三十六柄剑突然高速旋转了起来 刹那间 方圆千里内 直接被剑光淹没 全是剑光 嗯嗯嗯 剑鸣声在场中连绵不绝地响彻 而那一片空间之中 剑光越来越凌厉 千里之外 穹奇与后卿相视了一眼 两人眼中 皆是毫不掩饰着震惊 不对 是震撼 可秒杀一位天尊了 这时 后卿突然到 穹奇点了点头 此剑阵 是他融合无数剑技而成 加上又是以剑狱为阵眼 其威力 真正的可以毁天灭地 可惜 这小子还是无法完全掌握其威 远处 剑光散去 而此刻 杨叶已经躺在了地上 此刻 杨叶眼睛血红 脸色苍白如纸 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一般 有些害人 后卿来到了杨叶身旁 道 小子 没事吧 杨叶摇了摇头 还死不了 看你这样子 刚才那剑阵 消耗很大啊 后卿道 杨叶点了点头 那剑阵之所以消耗大 是因为他刚才运用到的力量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法则 肉身力量 精神力量 灵魂力量 剑狱 这些力量 他全部加在一起 一起施展 那一瞬间爆发出来的威力 虽然强大 但是 他本人实在是有些吃不消 这就好比 一个人如果他在拼命的情况下 可以一口气跑好几公里 但是 跑完之后 他肯定会瘫倒在地上的 不过 杨叶也明白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于宇熊掌想要兼得 那有点不现实 你刚才这剑阵 足以秒杀一位天尊了 后卿沉声道 秒杀天尊 杨叶深吸的一口气 在此之前 他的实力顶多与天尊齐平 而现在 他刚才这套剑阵 如后卿所言 可以直接秒杀一位天尊了 当然 这只是假想 天尊有天尊的实力 人家也有底牌 没准那些天尊的底牌 比他这个底牌还大呢 因此 杨叶并没有因为后卿的话 而对天尊有轻视之心 在休息了将近两个时辰后 杨叶这才彻底恢复 两个时辰 这对杨叶来说 已经非常恐怖了 要知道 他可是有鸿蒙紫气的 然而 还是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可以想象 施展那剑阵 对他的消耗是有多么的大 你这剑阵的成长空间很大 后卿突然到 杨叶看了一眼后卿 然后笑道 当然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能控制36柄剑 但是 这可不是他的极限 随着他的境界提升 精神与神魂 还有肉身的提升 他到时能够控制的剑 就会越来越多 而控制的剑 越来越多 那这剑阵的威力 就会越来越强 最重要的是 他的剑域 也会随着他境界的提升 而提升 这一次 杨叶自己的剑域 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 这剑阵叫什么 这时 后卿突然道 叫什么 杨叶微微一正 他可没想过这个问题 后卿道 总要有一个名字吧 杨叶想了想 然后道 就叫无敌剑阵 无敌 后卿愣了愣 然后摇了摇头 小子 你这剑阵 威力虽然很恐怖 但可还没到无敌的程度 杨叶看向后卿 笑道 所谓的无敌 指的不是这个名字 而是心 是气势 一个人 他心中若是无畏无惧 那他就是无敌的 心 后卿眉眼低垂 若有所思 这时 杨叶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道 生来为人 就要活得有尊严 有骨气 不管是谁要欺我们 辱我们 即使对方比我们强 但是 我们要赶上 人死卵朝天 不死万万年 做人 可以死 但是 就是不能耸 可以死 不能耸 后卿看向杨叶 杨叶点了点头 前辈耸过吗 当然没有 后卿连忙道 他刚才就耸了 这时 一旁的穷奇突然到 后卿满脸黑线 他自然知道 穷奇所说的事 是什么事 自然就是刚才 小白的事情 对小白 那叫耸吗 自然不是 他堂堂巫族大能 怎么会跟小白 一般见识呢 不过 还是要见识一下 后卿犹豫了下 然后看向杨叶 道 小子 你这个小家伙 那个 还是要好好调 就在这时 小白突然抬头 看向了他 见到这一幕 后卿表情僵硬住 你听得懂 小白点了点小脑袋 然后小爪轻轻挥了挥 那意思是 你要说什么 后卿看向穷奇 他不是听不懂吗 穷奇诞生道 他想懂的时候 就会懂 不想懂的时候 你怎么说都不懂 后卿表情一阵抽搐 然后道 坑 这时 杨叶道 前辈想说什么 后卿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又看向小白 此刻 小白正盯着他看 小白的眼神很天真 很无邪 但是 后卿却是感觉到了 一股莫名的威胁 犹豫了下 后卿道 我想说 你这个小家伙 很可爱 恩 非常可爱 杨叶 第1864章 来 一起上 可爱 杨叶看了一眼这后卿 这后卿与穷奇 今天有些古怪啊 这时 小白突然飞到了杨叶的面前 然后小爪开始挥舞 他越挥舞 越兴奋 过了一会 杨叶揉了揉小白的小脑袋 你想学刚才那件阵 小白小脑袋连忙点 不行 不行 就在这时 一旁的穷奇与后卿突然到 杨叶与小白看向后卿与穷奇 杨叶眼中带着一丝疑惑 这穷奇与后卿今天也太古怪了些 而小白则是眼睛眨呀眨 见到小白这般 穷奇与后卿眼角忍不住一阵急跳 这小白现在动不动就威胁他们啊 还别说 在这鸿蒙塔内 除了杨叶与小天 还真没有人敢得罪这个小家伙 即使是那土著六丁神火 都得给这个小家伙面子 没办法 这小家伙可是能够请动鸿蒙塔的主啊 这一点 即使是杨叶都做不到 在小白的注视下 后卿与穷奇相视了一眼 最后后卿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看向小白 笑道 这个很危险 非常危险 恩 一旦弄不好会很痛的 你怕痛吗 痛 小白眨了眨眼 然后看向杨叶 杨叶正要说话 这时 后卿的声音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小子 你以后在他面前最好住一下 这小家伙现在跟你一样 动不动就拔剑 再这么下去 他迟早被你带坏 已经带坏了 这时 穷奇突然到 杨叶 杨叶低头看向自己怀中的小白 过了一会 他笑了笑 他会教小白对于错 但是 他不会去改变小白的性格 他就希望小白活得没心没肺一些 因为这样 他会很开心 他可没忘记小白当初的遭遇 当初的小白 被囚禁那么多年 那时的小白 什么事都怕 甚至不敢出来见人 而现在 他已经从当初的阴影中走出来 对他来说 只要小白活得开心快乐就好 鸿蒙塔中 与小白玩了一会后 杨叶便是离开了鸿蒙塔 虽然在鸿蒙塔内修炼了数月 但是 在外面 才过去十几天而已 一座山顶之上 杨叶立于悬崖边 看着那宛如巨龙卧腹的山脉 杨叶深吸了一口气 下一刻 他脚下突然出现了一柄剑 转瞬 一道剑光直接没入了那群山之中 玉剑术 这是他曾经最早学到的一门剑技 不过后来剑技被他遗弃 因为他绝对 预剑术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他的脚步 而现在 经过他改版后的预剑术 其速度 已经远超那大挪移术 因为他这预剑术 已经不单单是预剑术 还运用了数种法则 除了法则 还有神魂的力量在其中 所以 他的预剑术速度快到了极致 闭关修炼的那一段时间里 他收获最大的 不是创造出了无敌剑术 而是将自己所学的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 这就是他的最大收获 一刻钟后 杨叶来到了杨连霜的住处 杨连霜打量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实力提升了不少啊 杨叶笑了笑 你不也是 杨连霜微微一笑 来找我有事 杨叶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他们呢 闭关修炼 杨连霜道 他们天赋卓绝 要达到真境六段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一旦他们达到真境六段 那时 这天柱山也有我们一席之地了 杨叶道 有什么想法吗 他知道 杨连霜组建势力 肯定是有什么想法的 杨连霜微微摇头 没有太多太大的想法 唯一的想法就是到时大家去上界时有个伴 仅此而已 杨叶点了点头 好 到时我们一起上去 与杨连霜闲聊了一会后 杨叶便是离开了那茫茫山脉 然后来到了天柱山 天柱山脚下 杨叶抬头看去 视线尽头 依然是山 就在这时 树道气息突然在他身上一扫而过 是杨叶 不知何处的空间中 突然传来了一道惊呼声 杨叶来到天柱山时 并没有隐藏自己 而他在这天柱山 那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因此 非常轻易的便是被人给认了出来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突然 他眉头微微一皱 与此同时 他右手微微一紧 但很快便是松了开来 没有说话 他直接进入了那天柱山内部 怎么没人动手 这时 有人突然道 脑残才会动手 一开始 无数人不断追杀杨叶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可以击杀杨叶 但是现在 杨叶用无数次的杀戮 向他们证明 他们根本杀不了他 他杨叶 虽然不是天尊 但是 已有天尊的实力 这种情况下 自然没有人敢来找杨叶的麻烦 现在 杨叶在天柱山 也属于一般人不敢惹的存在 进入天柱山内部之后 杨叶直接来到了第十一层 十一层与第十层一样 也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至于是谁开辟出来的 他就不知道了 天魔 这一次 他来这地方 就是为了寻找那天魔 虽然他知道 那玲珑天尊不怀好意 但是 无所谓 以他现在的实力 有九成把握 击杀那玲珑天尊 如果玩偷袭 他有九成九 为何不说实诚 因为他怕自己骄傲 原地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他正要动身 突然 他抬头看向了远处 那里 一道清光在那闪烁 熟悉的气息 就在这时 那道清光突然停了下来 转瞬 那道清光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他这边击射而来 不到半夕的时间 那道清光便是来到了他的面前 很快 清光散去 一名中年男子 出现在了杨叶面前的不远处 这名中年男子 杨叶认识 正是那浩天 杨叶眼中带着一丝惊讶 他没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这浩天 是你 浩天打量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不错 达到真净六段了 杨叶微微点头 没想到会在这遇到前辈 浩天笑道 暂时无法去上界 只能在这修炼修炼了 以前辈的实力都上不去 杨叶问 他虽然不知道这浩天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但毫无疑问 那绝对是远超五大天尊的 而即使现在 眼前这位都给他非常非常危险的感觉 浩天摇了摇头 你呀 把这天柱山想得太简单了 说到这 他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有时候真正可怕的不是什么结界 也不是什么空间乱流 而是人心 人心 杨叶看了一眼浩天 原本他以为这下界那些强者不上去 是因为怕那结界与空间乱流 但是现在看来 事情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啊 回去吧 就在这时 浩天突然道 这个地方还不是你来的时候 为何 杨叶问 浩天道 这里的天魔又被称为心魔 稍有不慎 你就会万劫不复 你见心虽然坚固 但却还没到无暇的地步 只要有一丝漏洞 你就可能死在这里 这么可怕 杨叶道 浩天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你是我在这里见过最弱的人 杨叶 这时 浩天突然转身看向了天际 其眼中带着一丝疑惑 天 有些意思 说着 他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告辞了 说完 他身形一颤 直接消失在了天际 浩天走后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也消失在了原地 他并没有离开 他的践心还有缺陷 他也知道有缺陷 既然知道有缺陷 那自然是要去弥补的 而且 这个地方 可能会让他达到准明镜 不对 如果获得机遇 他是可能直接达到明镜的 因为他有鸿蒙紫气 提升实力 对他来说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提升实力 就在杨叶离开不久后 一名女子 与一名银甲男子 突然出现在了场中 这名女子 正是那玲珑天尊 与那人均派下来的人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来 玲珑天尊 看着杨叶离去的方向 诞生道 银甲男子沉生道 他真竟六断了 玲珑天尊 看了一眼银甲男子 现在若是不出手 再过不久 他可能就已经达到明镜了 明镜 银甲男子眼中 闪过一抹阴影 你说得对 我们必须尽快出手 待会他若是遇到天魔 心神必定被天魔迷乱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最好机会 到时一起出手 玲珑天尊点了点头 正要说话 突然 他脸色勃然一变 因为在他与银甲男子 面前不远处 突然出现了一名青山男子 这男子 正是杨叶 杨叶看了一眼 玲珑天尊 与那银甲男子 然后右手伸出 对着两人招了招 来 一起上 第1865章见过 人死 生下 一起上 杨叶并非是在故意高调 而是他想看看自己现在实力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现在的他 境界不仅提升到了真境六段 还融合了以前所学 现在的他 与前些日子的他 可以说已经截然不同 但是他自己实力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还需要找人来试试 不远处 那银甲男子冷声道 杨叶达到真境六段 是不是让你觉得自己无敌了 一旁 玲珑天尊诞声道 有些人 有点小成就 就觉得自己 就在这时 一道剑鸣声突然在场中响起 痴痴 两道剑光在场中一闪而过 转瞬 砰砰 那玲珑天尊与银甲男子直接被震到了千丈开外 然而 杨叶还在原地 但是 在他身旁左右两侧 漂浮着两柄虚幻的剑 据气化剑 这是他在剑宗时所学 但是 随着他实力的提升 这一招 渐渐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因此 他只能一气 而现在 他重新将其拿了起来 经过反复研究与改造 这一招的威力 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杨叶对面 那银甲男子与玲珑天尊相视了一眼 两人眼中皆是震惊 刚才 杨叶竟然随手两剑 就将他们两人给击退了 难以置信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杨叶脚下突然出现了一柄虚幻的剑 转瞬 一道剑光在场中一闪而过 剑果无声 银甲男子与玲珑天尊脸色大变 两股强大的气息自两人体内席卷而出 刹那间 轰轰 随着两道炸响声响起 银甲男子与玲珑天尊直接被震得朝后连连暴退 嗡 这时 一道剑铭声突然在场中响起 这道剑铭声不是杨叶现在发出的 而是之前那一剑发出的 剑出 声未响 他曾经施展一剑刹那时 才能够做到这样 而现在 他已经不需要施展一剑刹那 他随手一剑都可以做到这样 并且比一剑刹那的速度更快 不远处 那玲珑天尊与银甲男子神色无比的凝重了起来 他们知道杨叶的实力提升了许多 但是没有想到杨叶的实力提升到了这种程度 玲珑天尊正要出手 而就在这时 杨叶突然道 玲珑天尊 修罗天尊还我二姐本源血珠 我心存感激 所以 我多废话一句 他的死与我无关 玲珑天尊冷冷看着杨叶 我只知道 他死了 但是你还活着 杨叶摇了摇头 即使死 那也不是我杀的 所以 你真要报仇的话 应该去找杀他的人 玲珑天尊冷笑道 当然要报 不过 在那之前 我会先杀了你 你 你 就在这时 远处杨叶身旁的 两柄器件突然消失 转顺 两柄件直接来到了 它眉间数寸的位置 其中蕴含的强大件器 直接将了它周围的空间 给撕裂开来 这不是力量外泄 而是速度快到了极致之后 空间承受不住的缘故 见到杨叶这两件的 剑速如此的快 那玲珑天尊脸色 勃然大变 不过它反应也不慢 一个巴掌大的圆环 突然出现在了它眉间 转身 一道白光突然在它面前席卷而出 轰 器件轰然消散 但是玲珑天尊本人 却也被震得朝后连连爆退 然而就在这时 在玲珑天尊的四周 突然出现了数十柄器件 这些器件高速旋转着 其中蕴含的强大剑气 直接将玲珑天尊 给笼罩了起来 玲珑天尊脸色巨变 它猛然转头 看向一旁的那银甲男子 还不一起出手 不远处 那银甲男子微微沉吟 转瞬 它紧握手中的长枪 对着面前猛的就是一批 吃 枪落下 一股强大的气息 突然朝着羊叶那些器件席卷而去 那股气息虽然没有摧毁 羊叶的那些器件 但是却将那些器件给逼停了下来 这让得那玲珑天尊 有了缓气的机会 而就玲珑天尊危机解除后 它并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转身身形一颤 化作一道幽光 消失在了那天际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得羊叶与那银甲男子皆是愣住了 跑了 这玲珑天尊竟然跑了 他当然要跑 在与羊叶交手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他们两人现在根本杀不了羊叶 不仅杀不了 还可能会被反杀 所以 他果断选择逃跑 玲珑天尊的果断逃走 这让得那银甲男子神色无比难看了 杨叶看了那玲珑天尊逃走的方向 犹豫了下 他还是没有追 现在追 花上一些代价 他还是能够追上的 但是没那必要 他目光落在了那银甲男子身上 他当初为何会被无数强者追杀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这银甲男子 这是 该来个彻底的了结了 银甲男子冷冷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杨叶 你到人军的见 人军必定不会放过你 雨落 他转身就要走 然而这时 一柄弃剑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三丈的位置 银甲男子脸色一沉 他看向杨叶 怎么 想杀我 你可知道 我乃人军 就在这时 杨叶突然摆了白手 打断了银甲男子的话 人军 他算个什么东西 雨落 他心念一动 吃 在那银甲男子面前的那柄器件 直接朝着银甲男子电射而去 银甲男子眼瞳微缩 他没有想到 杨叶竟然连人军的面子都不给 真的敢杀他 这一刻 他很清楚 想要活着 就必须靠自己的实力了 手腕一动 他手中的长枪猛地刺出 一旁 杨叶双手赋于身后 他并没有动 但是 在那银甲男子的四周 一柄又一柄飞剑不断闪烁交替 预剑术 他的预剑术 已经可以做到心之所下 剑之所至 因此 现在的他 根本不用手来控剑 现在的他 在慢慢尝试用心来控剑 银甲男子也聪明 他并没有与那些飞剑纠缠 而是找准机会 就朝着杨叶报射而去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不解决杨叶 那些飞剑就会无穷无尽 持续下去 好都能够耗死他 剑到银甲男子来到自己的面前 杨叶面色不改 他并没有拿剑 而是食指与中指并了起来 然后朝前就是一点 指尖 剑光闪烁 剑指 这一招 是他曾经从剑无极传承那里获得的 手指苍天 当面 这一招 专门克制天道之眼 不过 与别的剑技一样 渐渐被他给遗忘 但是 在鸿蒙塔内修炼时 他重新拿了起来 然后他发现 这一招 其实有很多很多可取之处 于是 他拿过来慢慢修改 慢慢融合 于是 新的剑指诞生了 指如剑 剑如指 哼 那刚到杨叶面前的银甲男子 直接被杨叶这一指 给震到了千丈开脉 而这时 杨叶剑指突然隔空对着那银甲男子轻轻一滑 吃 那银甲男子面前的空间直接撕裂开来 转瞬 一道剑光自其中电射而出 虚空缩剑术 这一招 他曾经专门用来逃命的 但是现在 这一招被他改成了一记杀招 突如其来的剑光让到那银甲男子脸色大变 不过他反应也不慢 当下举枪就是一批 不过 由于是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因此 他这一枪并没有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 轰 那道剑气直接将银甲男子手中的长枪阵裂 与此同时 银甲男子整个人宛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朝后抛飞了出去 结束了 就在这时 杨叶的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转瞬 以杨叶为中心 方圆千里内的空间突然轻轻一颤 紧接着 杨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那银甲男子身后树杖的位置 一息后 翁 一道剑鸣声突然在场中响起 见过 人死 声响 剑狱 杨叶施展出了剑狱 但是 他并没有施展无敌剑阵 而是施展了一剑刹那 不过 不是以前那个一剑刹那 而是以剑狱为基础的一剑刹那 剑狱内 他相当于神 当然 这不代表他无敌 要知道 当敌人的力量超越他太多时 人家是可以直接毁掉他的欲的 没有绝对的无敌 也没有真正无敌的人 剑狱内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切 也可以利用一切 空间 法则 简单来说 在剑狱内施展一剑刹那 就相当于将一剑刹那提升的一个等级 而且他运用的还不单单是一剑刹那 刚才那一招 还包含了剑指 虚空缩剑术 斩天拔剑术的爆发力 以及各种法则之力 杨叶身后 那银甲男子身体僵硬了下 他呆滞地看着前方 没想到 你的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声音落下 他脑袋突然一歪 从脖子上掉了下来 就在这时 在杨叶头顶的天际虚空突然颤动了起来 渐渐地 一名身穿黄袍的虚幻男子出现在了那一片天际 投影 而就在这时 杨叶鸿蒙塔内的纳木剑突然剧烈颤动了起来 就要冲出鸿蒙塔 人均 这一刻 杨叶知道了男子的身份 第1866张剑 因人而不凡 当然 眼前这位可不是人均本尊 投影 只是相当于一个投影 杨叶只是那人均 而人均此刻也在注视他 两人都没有说话 鸿蒙塔内 剑还在剧烈颤动 就要冲出鸿蒙塔 不过 却是被鸿蒙塔给镇压住 而就在这时 杨叶突然道 放他出来 雨落 一道金光自杨叶胸前击射而出 很快 金光散去 那柄金色的剑 出现在了杨叶头顶不远处 杨叶看向那剑 去留随意 剑没有认他为主 他不会强行留住对方 金色的剑 在空中剧烈颤动着 似是在表达什么 而天际纳人均的投影 却是在渐渐虚幻 三西后 人均投影 已经彻底消失 杨叶眉头微皱 对方怎么不将剑带走 似是知道杨叶所想 这时 后倾的声音 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他投影虽然在这 但是 本体却是离这里 不知道多远 而这缕投影 出现在这 也只能停留 短暂的时间 所以 他不是不想带走剑 而是不能 说到这 后倾顿了顿 然后又道 小子 这人均日后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杨叶道 不是说人均是仁义之君吗 仁义 后倾嗤之以鼻 小子 这世界所谓的人义 那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才会有的 好比你 你会对你的敌人 讲仁义吗 哪怕对方是一个好人 杨叶摇了摇头 对他来说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只要是自己敌人 那就该杀 因为他很清楚 当对方有机会杀他的时候 对方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后倾道 其实 你与人均之间的矛盾 本来不是很大 如果是之前 你将剑还给对方 说不定什么事也都没了 但是现在 你不仅学了巫族功法 还修魔 以对方的实力 必定是能够看出来的 所以 即使你还剑 对方可能也不会放过你 杨叶耸耸耸耸肩 谁怕谁 后倾 杨叶看向不远处的那柄剑 他感觉得出 这剑显然跟那人均 有很深的感情 他当然不会吃味 因为这剑并不是他的 他也没有想过 要把这剑占为己有 是他杨叶的 就是他的 谁也夺不走 不是他的 他绝不会去强求 收回思绪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正要离开 就在这时 后倾的声音 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小子 你快进来 你这小祖宗 不知道又怎么了 小祖宗 自然就是指小白 杨叶心神沉入体内 只见此刻 小白正抱着两节断剑 在那后倾的面前 然后眼睛不断眨压眨 见到杨叶来 后倾神色顿时一松 怎么回事 杨叶问 后倾道 这小家伙 拿这两节断剑给我 让我帮他修好 这剑有灵 而且才智特殊 我怎么修的好 修剑 杨叶 小白看了看后倾 又看了看杨叶 最后 他小爪指了指后倾 又指了指自己怀中的那两节断剑 意思很明显了 见到小白这般 那后倾头顿时大了 杨叶走到小白面前 然后道 为什么要把这剑给修好 小白轻轻指了指怀中的两节断剑 然后小爪挥舞了起来 可怜 小白的意思是 这两节断剑很可怜 杨叶看向那两节断剑 沉没 这两节剑自从来到鸿蒙塔后 就一直在角落里沉没着 哀伤 杨叶是剑修 他能够感受到这剑的情绪 不过也正常 这剑跟着逍遥子那么多年 他对逍遥子肯定是有感情的 就好比剑林跟着他这么多年 他们之间同样有极深的感情 而现在 逍遥子为了成就自己的剑道 却是将他给折断抛弃 这时 后卿突然道 这剑的主人 真的算是一个人物 能常人所不能 杨叶点了点头 这逍遥子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人物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不过 如果是他 他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剑道 在他心中 远远没有自己亲人来得重要 他学剑的目的 就是因为亲人 这时 后卿突然道 如果你真的要修复这剑 那老火或许有办法 老火 指的自然就是六丁神火 杨叶看了看手中的两截剑 这剑要不要修复呢 这时 小白突然轻轻抓着他的手 轻轻摇了摇 他眼中满是恳求之色 杨叶轻轻揉了揉小白的小脑袋 然后笑道 好 我们去找老火 文言 小白顿时咧嘴一笑 很快 杨叶与小白出现在了六丁神火的面前 确定要重铸 六丁神火道 杨叶道 如果可以的话 就把它修复吧 丢进来 六丁神火道 杨叶看向小白 小白眨了眨眼 然后小爪一抛 那两截断剑顿时飞入了那炉子中 小白眨了眨眼 然后他脑袋往前探了探 不过很快又缩了回来 他也是有点怕这火焰的 过了好一会 六丁神火突然到 此剑不凡 不凡 杨叶道 哪里不凡了 六丁神火道 你等等就知道了 杨叶 大约一个时辰后 一柄剑突然自那炼丹炉中飞了出来 剑长大约三尺 宽度只有一指半 剑身光滑 但除此之外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而就在这时 小白突然小爪一番 那柄剑飞到了他左爪中 与此同时 他右爪一摊 又一柄剑飞到了他爪子中 这柄剑正是人均的那柄剑 杨叶看了一眼两柄剑 而就在这时 人均的那柄剑突然散发出来 一股恐怖的剑威 朝着逍遥子的那柄剑碾压而去 显然 新的剑出现 让他感受到了威胁 然而这时 翁 一道剑鸣声突然在场中响起 转瞬 小白左爪的那柄剑 直接朝着人均的那柄剑 刺了过去 小白小爪连忙松开 就这样 在小白与杨叶惊乐的目光之中 逍遥子的那柄剑 竟然与人均的那柄剑 在空中站了起来 两柄剑打了起来 杨叶有些猛 不过很快 他就有些疑惑了 这人均的剑可是神物 而这逍遥子的剑 虽然不凡 但肯定不是神物 但是 他却能与人均的剑抗衡 这就是他的不凡之处 这时 六丁神火突然道 小子 你要记住一点 剑 因人而不凡 这剑 虽然不像人均的剑那般 是由无数强者 以及珍贵材料打造 但是 他的主人不凡 什么意思 杨叶沉生道 六丁神火道 意思就是 你要寻最适合自己的剑 然后好好培养 当你有一天见到通神 问道之后 你会发现 就算给你一根草 他也比人均的这柄剑强 剑强与不强 不在于他 而在于使用他的人 使用他的人 若是无敌 那这剑自然也就是无敌的 剑 因人而不凡 杨叶手腕一动 剑组出现在了他手中 他的剑 自然就是这剑组 这剑组 可是从一开始 就陪他到现在的 过了许久 杨叶突然轻笑了笑 老火你说的没错 我不要应该 去要最强的剑 而是去要适合自己的剑 让他进入你的石海 用石海养剑 这时 六丁神火突然到 你剑组不俗 在你石海之中 你用剑组不断喂养他 不仅可以让他慢慢成长 还可以让他与你达到真正的心灵相通 杨叶点了点头 然后将剑绫收到了石海之中 在与小白玩闹了一会后 杨叶便是离开了鸿蒙塔 而鸿蒙塔内则有些热闹了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两柄剑 两边剑谁都不服谁 动不动就会打起来 当然 两柄剑都很聪明 那就是他们都会讨好小白 小白 这个在鸿蒙塔内的小霸王 别说这两柄剑 就是穷奇与后卿这两个老怪物都不敢得罪他 不过 小白也有些头疼了 那就是这两柄剑动不动就打架 杨叶没有管小白与那两柄剑 心中对他来说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寻找天魔 修炼 真经六段 别说在上界 就是在这中间宇宙 都有些不够看 他必须尽一切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静 行走在茫茫大地上 杨叶唯一的感觉就是静 非常的安静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右手缓缓紧握了起来 节节 就在这时 一道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突然在杨叶的脑中响起 这时 杨叶停下了脚步 第1867章 劈碎这个世界 天魔 杨叶知道 那传说中的天魔来了 就在这时 他眼前的场景 突然一阵变幻 天柱山 此刻 他周围的场景 变成了天柱山 而他 则在那天柱山的云海之中 而下方 血海滔天 杨叶 杨叶俯身看向去 下方 正在激战 而那为首的 正是他杨叶 在他身后 是明女 与安南静等女 而与他交手的人 他也认识 正是那仁君 仁君 手持圣剑的人君 仁君和其的强 每一剑都携天地之威 那力量 根本不像人力 他与安南静等女 根本不是仁君的对手 最后 安南静等女 一一在他面前死去 然而 云端之中的杨叶心中 却是没有半分波动 幻象 他知道 这是那天魔 所制造出来的幻象 然而这时 一道声音 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呵呵 你觉得这是幻象吗 杨叶转头看去 在他身旁 不远处 出现了一名黑袍人 这时 黑袍人又道 我天魔一族 来自意识 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 看到一个人的未来 不过可惜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杨叶看了一眼黑袍人 然后道 你们 跟我想的 有点不太一样 黑袍人道 在你们人类心中 我们天魔就是那种迷惑心智的怪物 对吗 杨叶点了点头 呵呵 黑袍人轻笑了笑 不 我们天魔 从不迷惑人类的心智 我们只是会将自己所看到的 然后利用神通将它们重现在你们面前 然后呢 杨叶道 黑袍人道 然后他们会疯 会狂 会死 最后 我们会吸掉他们的修为 杨叶道 你倒是很坦白 黑袍人道 我知道 你是渐修 还渐心通明 但是 你真的觉得 之前所看到的那一切 都只是幻象 不 那些都不是幻象 你刚才所看到的 在未来的某一天 必定会发生 杨叶只是黑袍人 也许 你说的是真的 但是 我觉得 事情的结果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过程 我不管以后如何 我只管现在 人 若是天天想着未来如何如何 那岂不是很累 黑袍人沉默 杨叶低头看了一眼下方 下方 战斗已经结束 他与安南静等女 自然是都死了 杨叶摇头笑了笑 我觉得 我不需要再练什么心了 我只需要坚持 本心即可 雨落 他右手一挥 场中直接虚幻起来 很快 杨叶回到了现实 而那黑袍人 还在他身旁 心如明镜 这时 那黑袍人突然到 杨叶道 可是 有人说我心有瑕疵 黑袍人摇了摇头 他所说的瑕疵 并不是你想的那种 天生万物 没有一种生物 是完美的 不管是什么生物 它们有优点 但肯定也有缺点 你的缺点 不是健心有问题 而是健心偏激自我 但 这就是我 杨叶道 黑袍人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这就是你 如果你去改变 那可能就不是你了 当然 如果你去改变 肯定能够让自己 见到更上一层楼 不过 不改变 也不代表 不能更上一层楼 杨叶摇了摇头 你说的颇有些复杂 黑袍人道 坚持本心 即可 杨叶看了一眼 黑袍人 然后道 为什么对我说这些 黑袍人沉默 杨叶笑道 别跟我说 你们天魔 有乐于助人的爱好 黑袍人道 我杀不了你 既然杀不了 何不划敌为友 强者 值得任何人结交 不是吗 杨叶看了一眼对方 然后点了点头 确实 对于这天魔的示好 杨叶自然不会拒绝 人多好办事 最主要的是 他没必要四处树敌 不管是那岸 还是谷地 亦或者神刀天尊 这些人 能结交的 自然是要结交的 聂言 黑袍人道 我人类的名字 杨叶正要说话 这时 聂言突然道 我知道 你叫杨叶 杨叶眼中 闪过一抹惊讶 你怎么知道 聂言道 现在天柱山 谁人不知你 在你进入这里的那一刻 我们就已经在观察你了 杨叶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这么出名了 连这天魔一族的都知道了 这时 聂言突然道 杨兄 我天魔一族的族长 想见见你 天魔族族长 杨叶眉头微皱 见我作甚 聂言道 据我所知 似是想与杨兄 做个交易 交易 杨叶犹豫了下 然后点了点头 好 去见见 请跟我来 聂言声音落下 他直接化作一道幽光 朝着天际飘去 杨叶心念微动 在他脚下 出现了一柄虚幻的剑 转瞬 剑光冲天而起 很快 杨叶跟着聂言来到了云端 在飞行大约将近一个时辰后 一座宫殿出现在了杨叶的视线中 云中宫殿 两人落在那宫殿前 在宫殿的正门上方 刻着三个漆黑大字 天魔宫 聂言将杨叶带到那宫殿前 然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杨叶看了一眼宫殿深处 然后走了进去 当他踏入大殿的那一刻 他周围的空间突然轻轻颤了颤 杨叶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周围的空间还在颤动 大约过了一刻钟后 周围的空间恢复了平静 杨叶睁开了眼睛 他还在殿中 但是此殿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殿 天魔一族寄居人族 各方面都得小心翼翼一些 还请见谅 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杨叶抬头看去 在他不远处 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裙的女子 女子大约三十来岁 身材丰满玲珑 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成熟的风情 宛如熟透了的蜜桃 见到这名女子 杨叶神色凝重了起来 深不可测 这是这女人给她的感觉 而给她这种感觉的 只有那浩天还有那魔族 美妇微微一笑 云碧天魔族的族长 杨叶微微点头 阁下要与我做交易 云碧打量了一眼杨叶 然后笑道 不愧是人族现在最耀眼的天才 这份心性与胆量 着实可以 说到这 他微微一顿 然后又到 确实想与你做一笔交易 愿闻奇想 杨叶道 云碧道 你可知我们为何会在这个地方 杨叶摇了摇头 云碧道 这是人类的世界 并不是我天魔族的世界 我们 也有属于我们的地方 就像下面那些异灵一样 他们 也不是这地方的生灵 杨叶看着云碧 没有说话 云碧又道 古老时期 人族最弱 但是 最后 随着无数人类天才的出现 人类开始崛起 人类的崛起 自然会威胁到 曾经主宰这片天地的那些生灵 于是 战争在所难免 最后 人类胜利了 其他族呢 杨叶道 云碧道 逃的逃 死的死 而我祖上他们 是属于幸存的 但是 我们被关在这个地方 永远无法出去 谁关的 杨叶道 云碧轻笑了笑 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们想要出去 当然 不是出去报复人类 我们没那能力 只是想离开这个地方 当然 作为感谢 我会给你一份 你会满意的报酬 杨叶道 怎么才能放你们出去 云碧突然出现在了杨叶的面前 然后道 用你手中的剑 劈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一破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杨叶直视云碧 事情 应该不是这么简单吧 云碧点了点头 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 那是对别人而言 但是 对于你来说 这事情 并不难 因为你手中有那剑 那剑 可以破掉这个地方 杨叶沉默 这时 云碧道 你现在的肉身力量 是凡利 作为报酬 我可以让你达到神力 拥有神力肉身的你 单凭肉身 就可以与真正的明镜强者一战 神力 杨叶神色有些动容 准确地说 是有些心动了 他现在 各方面的实力 都已经得到大大的提升 但是 他的肉身 却没有得到太大的提升 如果肉身达到神力 那他的实力 将在上一层楼 能打能抗 但是 破除这结界 肯定是有风险的 此时知道杨叶所想 云碧又道 你大可放心 你破开此界 并不会有人来寻你麻烦 因为当初 求我们天魔异族的那人 早已经去了上界 对方或许早已经将我们遗忘 或者 早已经陨落 沉默许久后 杨叶指示云碧 好 这笔交易 我做了 云碧微微一笑 合作愉快 这时 杨叶道 不过 我需要你先帮我提升肉身 云碧笑道 没问题 随我来 声音落下 其身形一飘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杨叶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跟了上去 第1868章 星辰护体书 一刻钟后 杨叶跟着云碧来到了一座大山的山底下 大山底 有一座水潭 不过 里面的水有些怪异 因为这些水全部成金蓝色 杨叶看向云碧 后者微微一笑 天魔潭 里面可不是什么水 而是星辰之力 星辰之力 杨叶愣了愣 然后他转头看向那天魔潭 仔细看了下之后 杨叶发现 里面流淌的确实是星辰之力 不过 跟他平时见到的星辰之力 有些不同 云碧道 这星辰之力 乃星空深处最纯净的星辰之力 因为我们在收集星辰之力之后 又耗费大量人力将其净化 让其没有一丝杂质 你若吞噬这些最纯净的星辰之力 肉身必定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杨叶惊恶道 这些都是给我的 云碧表情略微一僵 但是很快恢复正常 他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自然不是 只要你肉身达到神力境即可 这些星辰之力 是我先被辛苦收集 目的是为了培养出更多的天才 说到这 他看了一眼杨叶 没有再说下去了 杨叶善笑了笑 我就是开个玩笑 云碧微微点头 未表示我天魔族的诚意 我愿意先助你提升肉身 说着 他右手轻轻一挥 刹那间 那天魔坛内的星辰之力 开始沸腾了起来 杨叶道 你不怕我反悔 云碧直视杨叶 你会吗 杨叶道 万一反悔呢 云碧诞声道 或许 你可以试试 杨叶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当下 他身形一颤 没入了那天魔坛之中 哼 当杨叶进入天魔坛后 整个天魔坛顿时颤动了起来 很快 无数星辰之力朝着杨叶身体汇聚而去 爽 非常的爽 这就是杨叶现在的感觉 那些星辰之力进入他身体后 迅速被他身体给吸收 星辰护体术 这一刻 他想到了星辰护体术 星辰护体术 是他在天旋系所学 一开始 这门炼体功法对他的帮助 那可是巨大的 但是后来 其作用变得微乎其微 因此 他便是慢慢将其遗忘了 沉默一会 杨叶体内的旋气突然运转了起来 他决定重新修炼下这星辰护体术 当然 原版的星辰护体术对他来说 自然是没有什么用的 要知道 他现在肉身 就已经超出星辰护体后许多许多 所以 他现在要做的是 改良这星辰护体术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杨叶吸收的星辰之力越来越多 而他身上渐渐出现了金蓝色的鳞片 这些鳞片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的小部分 到现在遍布杨叶全身 最后 杨叶整张脸都遍布金蓝色鳞片 但是很快 这些金蓝色鳞片开始虚幻起来 到了最后 这些金蓝色的鳞片又渐渐消失 也不对 应该说是变得透明了 透明 杨叶全身的这些鳞片变成了透明 一旁 那云碧带眉 微微醋了起来 因为杨叶吸收的星辰之力 越来越多了 看着那天魔坛内的星辰之力 越来越少 那云碧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一刻 他有些后悔了 这些纯净的星辰之力 即使是他 也是不敢如此轻易挥霍的 太珍贵了 而现在 杨叶却是肆无忌惮地在吸收 而且还像一个无底洞一般 两刻钟后 见到杨叶还在疯狂吸收 云碧决定出言阻止了 而这时 那天魔坛突然平静了下来 杨叶没有在吸收星辰之力了 见到这一幕 那云碧心中顿时一松 要是杨叶再继续吸收下去 那他就不得不出面阻止了 不管还好 杨叶停止了 就在这时 杨叶突然睁开了眼睛 在他双眼内 一道金蓝色光芒一闪而过 很快 杨叶站了起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双手紧握了起来 一瞬间 他全身上下 突然出现了金蓝色的流光 这些金蓝色的流光 宛如一条条细小的线一般 在他周身不断缠绕闪烁 这是什么 云碧道 杨叶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那些金蓝色流光 然后笑道 一门功法 云碧微微点头 还不错 杨叶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看向云碧 晚辈想向前辈讨教两招 此时此刻 他感觉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而此刻他也想看看自己与这片世界最顶尖的强者有多少差距 这云碧是天魔族组长 其实力 就算比不上人类三大骨修者 但肯定也不会差太少 云碧看着杨叶许久 然后道 你确定 杨叶点了点头 想试试 云碧微微点头 然后他右手一挥 刹那间 杨叶与他同时消失在了原地 瞬息后 杨叶与云碧来到了一片虚空之中 云碧道 来 出手 杨叶看了一眼云碧 然后道 前辈先出手吧 你确定 云碧道 杨叶点了点头 云碧微微点头 然后他整个人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在云碧消失的那一瞬 杨叶脸色勃然一变 在云碧消失的那一瞬 杨叶突然发现 整个天际出现了星星点点的黑光 转瞬 这些星光突然宛如雨点一般朝着他倾泻而来 毁天灭地 这是杨叶这一刻的感觉 杨叶深吸了一口气 下一刻 他朝前踏出一步 一步踏出 以他为中心 方圆千里内的空间突然剧烈一颤 与此同时 三十六柄虚幻的剑出现在了他的四周 站 随着杨叶的声音落下 千里之内 瞬间被剑光覆盖 一刻钟后 场中恢复了正常 杨叶还在 那云碧也还在 而此刻 云碧的神色是有些凝重的 他看着杨叶许久 然后道 难以置信 杨叶沉声道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强 云碧微微摇头 刚才他虽然没有尽全力 但是也没有放水 因为他知道杨叶的实力 也想给杨叶个下马威 但是他没有想到 杨叶竟然接下来了 杨叶的实力 真的超出了他的想象 要知道 他与杨叶之间的差距 那可不是一点两点 而云碧的实力 也超出了杨叶的想象 刚才云碧那一招出现时 他很清楚 如果不施展 无敌见证 他根本接不下来 还是有差距的 场中 沉默了一会后 杨叶看向那云碧 前辈 如今我肉身已经提升 所以 我现在该如何帮你天魔族 云碧抬头看了一眼天际 在这片世界 有一个巨大的结界 这个结界 困了我天魔族无数年 现在 也该是时候消失了 杨叶道 难道以前辈的实力 都无法破开那结界 可以 云碧指示杨叶 我可以历破 但是 破了此结界 我必定会变得极其虚弱 而我一旦虚弱 你明白的 杨叶点了点头 明白了 说着 他手腕一动 那圣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现在破吗 云碧微微摇头 此刻不行 我天魔族还未准备好 现在若是破开结界 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麻烦事 说到这 他微微一顿 给我半月时间可好 半月 杨叶犹豫了下 然后道 前辈 我的敌人可是很多的 也许半月后 我杨叶就不在这世上了 所以 你确定你要半月以后吗 云碧清笑了笑 除了那几个老不死的家伙 这片世界 没有人能够杀得了你了 杨叶笑了笑 然后道 既然前辈已经决定 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半月后 我会来天魔族 告辞了 雨落 杨叶不再停留 身形一颤 消失在了天际 杨叶走后 云碧神色渐渐沉了下来 过了许久 他摇了摇头 人足 总是得天独厚 杨叶并没有在第十一层多呆 而是离开了第十一层 天柱山外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离开了原地 茫茫星空之中 杨叶遇见急行 这一次的目的 自然就是那玲珑天尊 他自然没有忘记这人 这人必须死 不然 对方会像毒蛇一样潜伏在暗中 然后等待何时的时机 再来给他致命的一击 很快 杨叶来到了玲珑天尊的那颗星球住处 刚落地 杨叶眉头便是皱了起来 因为在他头顶的天际上空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幕 光幕内 无数流光闪动 与此同时 杨叶感觉到 不下十大神秘且强大的气息 突然锁在了他身上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杨叶等你很久了 第1869章 连自己都打的 玲珑天尊的声音 杨叶抬头看去 不远处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女子 这女子 正是那五大天尊之一的玲珑天尊 而在玲珑天尊的身后 还有十来人 这些人 杨叶并不认识 不过 从气息上来看 毫无疑问 都是顶尖强者 埋伏 这是一个针对他的埋伏 杨叶看了一眼玲珑天尊 然后道 直觉告诉我 你并不是真的想要为你哥哥报仇 对吗 玲珑天尊双眼微微一眯 正要说话 这时 杨叶又道 你毕竟活了那么多年 我不相信 你是一个蠢人 你哥哥的死 与我到底有没有干系 你应该是清楚的 而我的实力 你同样清楚 但是 你还是要来杀我 这很不正常 玲珑天尊微微沉吟 然后道 这些重要吗 杨叶直视玲珑天尊 告诉我 你背后的人 我可不杀你 玲珑天尊轻笑了起来 杀我 杨叶 在这里的 境界都比你高 还有一个大阵 你 就在这时 方圆千里内的空间 突然微微一颤 转瞬 一道剑光在场中一闪而过 吃 玲珑天尊身旁 一名中年男子 脑袋毫无征兆地飞了出去 鲜血如注 场中 所有人愣住 包括那玲珑天尊 他也没有想到 杨叶竟然在他面前 顺杀了一人 此时此刻 玲珑天尊等人 已经有了一丝畏惧 当然 更多的还是难以置信 这时 杨叶缓步朝着 玲珑天尊等人走去 最后一次机会 告诉我 你背后的人 是谁 说了 我转身离开 玲珑天尊看着杨叶许久 然后道 不说 还有一丝机会活 雨落 他右手一招 刹那间 天际那光幕突然颤动了起来 紧接着 无数流光突然自那天际击射而来 宛如流星雨 害人无比 与此同时 他死死盯着杨叶 出手 声音落下 其与周围的那些强者 全部身形移动 朝着杨叶冲了过去 人未知 那强大的气息 便是已经来到了杨叶的面前 而就在这时 杨叶双眼微闭 剑来 声音落下 在他四周 突然出现了三十六柄虚幻的剑 与此同时 以杨叶为中心 方圆千里内的空间 突然微微一颤 转瞬 千里内 剑光纵横 吃吃吃吃 无数道剑光纵横交错 剑欲 无敌剑阵 就这样 足足持续了将近一刻钟 那些剑光才在场中缓缓消散 而此刻 场中只剩下杨叶与那玲珑天尊 玲珑天尊有些呆滞的看着杨叶 那是什么 剑阵 杨叶说完 转身离去 剑阵 原地 那玲珑天尊 轻声喃喃的一声 渐渐的 他身体虚幻了起来 最后 其彻底消失在了场中 茫茫星空之中 杨叶立于星空之中 他双眼微闭 沉思 回想过去 他越发觉得 有人在针对他 从来到天柱山后 先是那叶帝 还有那红袍天尊 而现在 又是这玲珑天尊 他们的背后 肯定是还有人的 而能够指使他们的 必定是三大骨修者 或者与三大骨修者 差不多实力的强者 究竟是谁 杨叶沉思许久后 然后摇了摇头 他决定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不管对方是谁 他相信 对方肯定还会出来的 而现在 对方知道他真正的实力后 对方如果要出手 要么亲自出手 要么就是找古修者 这种强者 除此之外 他可没忘记 自己还是要去上界的 而上界 那才是真正的强者如云 过了一会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离开了原地 他没有前往天柱山 而是回世俗 也就是杨家 从杨家离开来到天柱山 已经有一段日子 他也很想念苏青诗等女 而现在 他正好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去看看苏青诗等女 古城 杨家按照杨连双临走前的吩咐 还是没有出事 低调发展 这就是杨家现在的策略 对于此 杨叶也是赞同的 因为不管是他 还是杨连双 都是要去上界的 而一旦他们两人走 而杨家又没有新的天才出现 那时 杨家必定是非常危险的 要知道 杨家经过内耗之后 顶尖的强者 可是已经所剩无几了 古城内 一处花园中 突然 一张符录出现在了那花园上空 转瞬 一道清脆声突然在花园之中响起 爆 声音落下 那张符突然微微一颤 转瞬 其直接炸裂开来 刹那间 无数不同颜色的光幕 自其中清晰而出 宛如烟花雨一般 甚是好看 这时 一名少女突然出现在了那花园中 少女大约十八九岁 身着一袭碎花衣裙 脑后 扎着一根长长的小辫子 可爱之中又带着一丝野性 在少女左边 还有一个看起来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脑后则扎着两根小辫子 在她身上 不时有雷光闪烁 而在少女的右边 是一个大约十四五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穿着一袭紧身的青色长裙 外套一件薄薄的青衫披风 在她腰间 斜挂着一柄件 看着那空中灿烂的流光 少女左边的那个小女孩 小手一拍 欢快道 宝姐姐 再放两个 这少女正是宝 宝微微一笑 她轻轻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 然后道 雷琳 等等我制作浮石 你给我一点雷电 这样炸出来 威力更大 也更好看 好 雷琳小脑袋连忙点 这时 宝看向右边的那少女 道 雪儿 你好像有心事 右边配件的少女 正是杨叶的女儿 杨念雪 杨念雪微微沉吟 片刻后 她道 我想去找爹爹 小杂役 宝青声道 估计没戏 她现在在的地方 肯定是很危险的 你娘不会让你去的 杨念雪紧了紧手中的剑 然后道 我现在已经黄者静了 很厉害的 说着 她看向雷琳 雷琳 你说是不是 雷琳咬着小手指 有些犹豫了下 然后道 好像 还没我厉害呢 杨念雪小脸微微一红 她狠狠瞪了一眼雷琳 雷琳是天地凌王 那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 她又可以掌控雷电 可以说 别说是黄者 就是神者 竟强者都打不过她 听到雷琳的话 一旁的宝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时 杨念雪眼珠一转 然后道 宝姐姐 要不 我们偷偷去那个什么天柱山吧 偷偷去 宝眨了眨眼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杨念雪笑道 有什么不好 宝姐姐你这么厉害 谁能伤到我们 宝眼珠转了转 然后看向雷琳 雷琳 你去不去 去 雷琳点了点小脑袋 她一向以宝马首是沾的 宝摸着自己下巴想了想 然后道 青狮阿姨她们肯定是不会让我们去的 所以 如果我们要出去 就必须偷偷地离开 而要如何才能偷偷地离开呢 杨念雪与雷琳一顺不顺地盯着宝 两人眼中满是期待之色 鬼点子 宝是最多的了 过了一回 宝眼睛一亮 有了 说着 她拿出了两张符录出来 然后道 这是隐匿符 可以隐匿我们的气息 不过时间很短 我们得动作快点 杨念雪与雷琳目光顿时落在了那两张符录上 虽然有强者在暗中保护杨念雪三女 但是 有心算无心 在宝的鬼点子下 三个小家伙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古城 古城外的一个角落里 三个小女孩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尔拿出了一张地图 然后她看了看地图 最后 她指着地图上一处地方 就是这 走 我们走 雷琳 你召回雷电 带我们去 雷琳点了点小脑袋 然后小手一招 顿时 一条细小的雷龙出现在了三女的面前 宝与杨念雪身形一颤 直接坐了上去 雷琳也是连忙跟了上去 驾 雷琳小手一拍 那条雷龙直接化作一道雷光 消失在了天际云层之中 半个时辰后 整个古城 应该说 整个杨家沸腾了 三个小祖宗不见了 一瞬间 杨家所有强者 齐齐出动 雷琳召回出来的雷龙速度 是极快的 三女在云端极限 所过之处 雷声阵阵 颇有些害人 高调 不得不说 这非常高调 时不时 有强者神识扫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 三个小女孩停了下来 因为在他们面前 出现了两名中年男子 泽泽 左边那中年男子 目光落在了雷琳身上 大哥 没想到 在这地方 居然遇到一只天地凌王 确实是天地凌王 右边那身着滑袍的 中年男子眼中 出现了一丝兴奋 用来做气灵正好合适 杨念雪看了一眼 那两名中年男子 然后看向宝 宝姐姐 他们要干什么 宝犹豫了下 然后道 可能是要打结 打结 杨念雪眼睛一亮 是不是你经常带我们做的那种事 宝点了点头 他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比杨念雪 以及雷琳 懂得要多 自然知道 现在他们三个的处境 此时此刻 他有些后悔了 之前 他想到的只有好玩 但是却没有想到 外面的世界 是非常危险的 怎么办 此时此刻 这个小姑娘 有些六神无主了 杨念雪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远处那右边的中年男子 突然右手一抓 直接朝着宝三女抓了过来 见到中年男子动手 宝脸色微变 他看向雷琳 雷琳小手一拍 他们身下的那条银笼 直接化作一道雷光 朝着那中年男子冲了过去 中年男子嘴角泛起一抹不屑 右手轻轻一挥 刹那间 那条雷笼直接被轰散 见到这一幕 宝三女直接呆住了 宝脸色有些苍白的 看着那中年男子 真静强者 小女娃有点眼力 中年男子冷笑了笑 然后就要出手 这时 杨念雪突然颤声道 你 我告诉你 你别乱来啊 我老爹很厉害的 宝莲芒点了点头 非常厉害的 他 他生气起来 连自己都打的 雷琳小脑袋也点了点 哥哥凶起来 天都会红的 中年男子笑了笑 这么厉害 你老爹叫什么 这时 那滑袍男子 眉头皱了起来 与他们废话作甚 文言 滑袍男子旁边的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然后右手一探 直接朝着三女抓了过去 这一抓 一股强大的气息 直接将三女给笼罩 三女顿时感觉自己 仿佛被大山压住一般 练呼吸都困难了起来 就在这时 杨念雪连忙大声道 我爹叫杨叶 他叫杨叶 他叫杨叶 杨念雪声音刚落下 那只抓向他们的手 突然停了下来 那滑袍男子 与中年男子相视了一眼 最后 那滑袍男子犹豫了下 然后道 这 这位姑娘 你爹可是那位用剑的杨叶 杨念雪 连忙点了点小脑袋 这时 雷琳突然颤声道 就是那个 那个一生气 眼睛会红 全身都会红的杨叶 他 他 你们不要欺负我们 他生气起来 他会杀了自己 然后再杀你们的 不不 是杀了你们 再杀了自己的 他 说到最后 他声音已经开始严重哆嗦了 听到杨念雪 与宝的话 那滑袍男子 与中年男子 相视了一眼 两人神色 皆是无比的凝重 过了一会 滑袍中年男子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看向杨念雪 脸上强行挤出了 一个灿烂的笑容 这位小姑娘 刚 刚才只是一个误会 第1870章 我老爹是杨叶 误会 宝三女被滑袍男子 突如其来的话 弄得愣住了 而滑袍男子身旁的 那中年男子 则不解道 大哥 那杨叶是个什么鬼 他 闭嘴 滑袍男子突然怒视了一眼 那中年男子 然后他又看向杨念雪 但是当看向杨念雪时 他脸上的怒容 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 和蔼的笑容 滑袍男子微笑道 这位小姑娘 刚才的事情 只是一个误会 这个 这个 你别跟你爹说 行不行 杨念雪眨了眨眼 然后他看向宝 宝尔犹豫了下 然后道 当然 这只是一个误会 我们不会告诉他的 不过 你得告诉我们 天柱山怎么走 我们按照地图上走 但是好像有点不对 闻言 滑袍男子神色顿时一松 然后他看了三女一眼 道 你们要去天柱山 杨念雪点了点头 我要去找我老爹 滑袍男子眼皮一跳 犹豫了下 他指了指右侧 往这地方走 以你们的速度 用不了多久 就会到了 你没骗我们吧 杨念雪有些狐疑道 滑袍男子道 没有 我刚从天柱山回来 杨念雪看向宝 宝点了点小脑袋 然后道 那多谢了 我们 我们先走了 说着 他看向雷林 雷林会议 小手一招 一条雷龙出现在了三女的面前 就这样 三女消失在了滑袍男子与中年男子的视线中 大哥 为什么 三女走后 滑袍男子身旁的中年男子不解道 滑袍男子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道 贪念啊 贪念骇人啊 刚才若是真的动手 我们林家必定会从这世上消失 彻彻底底的消失 那杨念是谁 中年男子沉生道 滑袍男子看了一眼中年男子 然后道 一个疯子 惹他的人 基本都死了 他从天柱山回来 自然知道杨念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 刚才他果断放弃出手 为了一个天地灵王招惹杨叶这个煞星 只有脑袋被驴踢的人才会这么做 别说一个天地灵王就是一百个 他都不愿意 因为你没命用 云端之中 三个小女孩乘雷龙翱 寶姐姐 我老爹厉害吧 雷龙上杨念雪有些得意道 寶还未说话 他身边的那雷琳 连忙点了点小脑袋 哥哥很厉害 寶犹豫了下 然后道 要 要不我们回去吧 他毕竟懂得多一些 不像雷琳与杨念雪那般 没心没肺 此时此刻 他已经意识到外面世界的危险 也意识到自己三个人就这么出来 是多么的鲁莽危险 回去 杨念雪摇了摇小脑袋 不 我要去找我老爹 把道 投票 我赞成回去 就这样 宝与杨念雪看向了雷琳 这是他们处理有分歧事情的办法 少数服从多数 现在 雷琳这一票至关重要 雷琳咬着小手指 想了好一会 然后道 我也想见哥哥 耶 杨念雪小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宝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这样 三女继续上路 一路上 宝一开始还有些担心 但是到了最后 宝却也彻底放下心来了 一路上 他们遇到了许多人 其中 有一些人对他们不怀好意 但是 在雪儿一句 我老爹是杨念后 那些人的态度 都立马来了一个 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 杨念 这位是谁 可以说 现在这中千宇宙风头最盛的 莫过于是杨念了 特别是在这天柱山 现在这天柱山 杨念已经不是天尊之下无敌 而是古修者之下无敌 当然 这不是杨念最可怕的地方 杨念最可怕的地方 是他的性格与处理事情的手段 这可是一位疯子 因此 在得知杨念雪是杨念的女儿后 那些人皆是立刻陪笑道歉 不仅如此 有的还帮助了一下他们 也正因为如此 三女一路高歌猛进 很快 三女进入了赤地 越过赤地 就是天柱山 哇塞 好大的山 杨念雪看着天际 那高耸入云的天柱山 兴奋道 这山好大 好高 在他身旁 雷琳与宝点了点小脑袋 表示赞成 这天柱山 是他们这辈子 见过最大的山了 走 我们去爬山 这时 杨念雪突然倒 这个 宝有些犹豫 杨念雪两只小手 比划了一下 宝姐姐 你不想上去看看吗 宝看了一眼那天柱山 这山真高啊 上面肯定很好玩啊 可是 会不会有危险呢 宝有些纠结 这时 杨念雪突然倒 反正有老爹在 怕啥 雷琳联盟点了点小脑袋 对 有哥哥在 不怕 小杂役 想到一路来 那些人对自己三人的态度 宝心想 小杂役在这个地方 应该混得不错的 而且这里 还有连双姐姐等人 应该是没有危险的 恩 没有危险的 想到这 宝不再纠结犹豫 他小手一挥 走 我们去爬山 就这样 在雷琳的带领下 三女不一会 便是来到了天柱山山底下 三女就要进入山腹 不过 一名老者 却是出现在了三女的面前 玲珑天尊虽然被杀 但是他的势力却还在 只不过换了主人 因此 这天柱山下面几层 还是被势力所掌控着 当老者见到宝三女时 老者眉头顿时愣住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什么鬼 一个天地凌亡 两个皇者静 老爷爷 你要干什么 扬念学道 老者再次仔细打量了一眼三女 最后 他确定 自己没有看错 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三位是 杨念学指了指里面 我们要进去玩 玩 老者脸庞一阵抽搐 他狐疑地看了一眼三女 最后 他犹豫了下 然后道 你们知道规矩吗 他没有劝三女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三女肯定不是普通人 开玩笑 普通人敢来这里吗 因此 在老者心中 三女已经变得神秘无比了 规矩 杨念学眨了眨眼 正要说话 这时 宝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说着 他小手一摊 一枚能量石出现在了老者的面前 入门费吗 我明白的 明白的 能量石 最普通的那种能量石 见到这枚能量石 老者神色顿时古怪了起来 嫌少吗 这时 宝又拿出了十块能量石 递到了老者的面前 够了吗 老者 杨念学轻轻拉了拉宝的衣角 轻声道 宝姐姐 好像不够呢 宝正要继续拿能量石 这时 老者突然道 三位这是来细刷老夫的吗 声音有些沉 还有一些重 宝与杨念学 相视了一眼 最后 杨念学走到了那老者的面前 他犹豫了下 然后轻声道 我跟你说哦 我 我老爹是杨业 他 他让我们来的 杨 老者愣了愣 然后道 杨业 杨念学 连忙点了点小脑袋 老者喉咙滚了滚 他扫了一眼四周 这一刻 他感觉某处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 最后 在三女的注视下 老者脸上露出了一个和蔼的笑容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三位 你们请进 不要入门废了吗 宝尔道 老者摇了摇头 不要 玲珑天尊是怎么死的 整个天宝阁谁不知道 那是被杨业杀的啊 因此 新上任的天宝阁主人 在上任的第一天 就发了一条命令 不准招惹杨业 其实 在这天柱山 除了那几个古老修行者外 没有人敢再招惹杨业了 即使是剩下的几大天尊也不敢 听到老者的话 杨念学看向宝 老爹比能量时还好用 宝点了点脑袋 确实 就这样 三个小女孩 大摇大摆地 进入了天柱山内部 原地 老者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 抱了抱拳 道 杨绍 我们天宝阁对阁下没有恶意 当初玲珑天尊所作之事 全是他个人所为 与我们天宝阁无关 还请阁下明见 周围 没有回应 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又道 阁主说了 阁下若是有时间 他想与阁下见见 专门 为当初玲珑天尊的事情道歉 周围 依旧没有回应 难道是进去了 原地 老者皱眉沉思 我老爹是杨绿 在那天柱山内部 一道清脆声时不时地响起 我喜欢你的警官 我去崩子对 我去石头 我去崩子对 崩子对 我来坐下来 我去崩子对 崩子对